上集講到日本修納檢定協會認證的修納司K 教大家用三個要決整理廚房和客廳的雜物 今次就教大家省位接三方法 衣櫃和睡房大側位 更加分享如何成為日本修納檢定協會認證的修納司 我們現在先教大家如何處理這個地台衣櫃 稍後再教大家如何收拾衣物 很多人的摺襪方式都會摺成這樣 而這個方式通常都會非常牙位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方法 可以令到我們平時摺襪的時候 比較摺省空間之餘就會更加容易去拿 首先將蜜頭和蜜欖位對摺 再將蜜和蜜口對摺 再將摺好的蜜牌好放入櫃桶 抽起近三領和中間的位置 同時再抽起三尾的位置反轉對摺 前腹向外對摺 再將衣領向內對摺 之後再動植放在櫃桶裏面 之後再動植放在櫃桶裏面 完成分類後 將所有衣服放在櫃桶裏面 通常我們會按照使用頻率的高低 可以重新做佈局 這個最袖手的位置 第一層 我會建議放回我們日常最常用的 Underwear 第二層會放回我們的襪子 第三層會放回T-shirt 然後最底層會放回衣衣類的物品 和一些褲 將不是經常穿的外套 根據顏色的深淺 厚薄和長短順序掛好 方便日後穿著 至於我們日常會經常穿的衣物 我會建議屋主使用一些流動的衣帽 方便日常穿著和替換 至於衣帽的下層 其實我們可以利用空間 添置一個收納箱 去放回平常屋主經常使用的袋 這間睡房的最大問題 就是一進來 就很容易會給人一種很凌亂的感覺 主要都是因為所有的物品 就比較零碎 還有散落在不同的角落 經過K的重新規劃之後 床頭櫃上層就放了一些 較為貴重和防潮的用品 而下層就放了一些 公仔擺設和小夜燈 至於原先擺放護膚品的位置 現在就用了一些磨砂置物箱擺放 令市角上更加整齊和美觀 這場日本嚴謹兼有系統的收納方法 提供有溫度的服務 令客人有一個滿意的體驗 我們的服務範圍會包括 家居、辦公室、商店的整理 還有搬屋後的整理 首先會親自去到戶主的家 分析現在的生活空間 包括潛力的收納空間 再提供專業的意見 協助客人決定物品的去樓 會尊重客人的意願 不會強制要求他們丟東西 依個人生活習慣和喜好 度身設計個人化的收納方案 收納方案內會列出 需要添置的收納工具 可以選擇自行購買 或者找K代佬 之後就會正式進行上門整理 和收納服務 完成服務14天後 會主動聯絡客戶了解情況 兩個月內會和客戶跟進和查詢 不會另外收費 我最近有接過一個個案 令我覺得比較深刻 和有一番新的體會 就是屋主 之前找過其他不同的收納師 幫他做一個家居的清理 閒談中 他透露了 其實他這次是有些 不太開心的一個體驗 就是因為收納師 把他一些比較有回憶性的物品 就可能很無情地清理了 未必有得到他的一個 意願的情況下 就做了一個清理 這件事令他大受打擊 情緒受困 還搞到濕疹發作 屋主雖然有斷捨離的必要 但對他來說 這些物品是有非常大的意義 今次的案例令K意識到 收納服務最重要的是尊重 可能別人眼中認為沒用的東西 在客戶眼中 是獨一無二的寶物 進行收納整理的時候 需要切身處地為客戶著想 家務助理主要是整理家居的整潔問題 而收納師需要為客戶 量身設計一套個人化的收納方案 同時解決一些隱憂性的收納問題 令客人可以持續有效地維持下去 提供生活的便利性 現在日本大概會有35個收納相關的行業協會 除了日本收納檢定協會之外 比較知名的是會有Housekeeping和JALO 透過具有收納師評定資格的 日本專門協會參加課程 學習專業收納知識 並在考試中合格便會得到行業的認證 它的課程會分為初中高三個級別 以及兩個專業技能的課程 分別為一個實踐收納師 即是我們俗稱的收納師 以及一個修辱指導師 即是我們俗稱的港師 每個課程為期兩天 個體系的課程 其實已經是引進了在中國 以及台灣這些地區 只要我們去到這些地區 去完成課程 以及完成考試 就可以獲取這個資格 當然啦 如果你日文流利 其實都可以去日本本部就讀 如果你都有收納的煩惱 不妨找K幫你來個空間大改造吧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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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